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陆各地城市也发展出不同特色 像是江苏泰州,这里的地形和网纵横交错发展出制传产业 代代相传至今,甚至连威尼斯著名的贡多拉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丰富的自然木材资源,还有小提琴也让泰州黄桥镇打响名号 年产70万把已经形成独特产业链 特殊的江南水文化也让这里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空中俯瞰纵横交错,仿佛漂浮在水中的气盘,又看似镶嵌在河里 江苏泰州,新化的堕田是老祖宗的智慧 过去堆土造田,独特水乡美景,摇身一变如今成为观光景点 泰州经过两岸黄花点缀,让人流连忘返 泰州因为河网密布,来往需要各式船只接驳,造就小镇的造船奇迹 竹红镇,四面环水,几百年前,居民为了生计 制造木船,手艺代代相传,有造船知相美誉 透过造船资历,30年以上工艺传承人周永干之寿 大钉轻重快慢,结合韵律感,和难以用言语的巧境 即便钉子钻得再牢,木板缝隙依旧需要打麻防漏 再刷上黏合计代斧,经过27岛制船工序都是降人心血 最后通过下水测试才算完成 水一下,主要的看一下,也就是它木头 你水一下,如果它漏水的话,它立马的水就渗透到船里面 中永干的工厂,接到各式订单 潮行渔船,雕花细致的画坊船,还有不少销往德国,澳洲,加拿大 因为各地景点开发,观光兴起,造船小镇也逐渐转型 如今连威尼斯特色共多拉,也由竹虹镇生产 木船产量全球市占三成,而让泰州名号飘洋过海的 还有这个悠扬情深 提琴乐手沉浸在乐章中,全大陆七成的小提琴由泰州、黄桥镇出品 我说这个音是直发,我敲出来以后,然后它比如是拉,那么我需要去调整音柱 过去黄桥镇专注提琴零件加工,如今建立产业链 年产七十万把小提琴,不止球量也讲究质感 转型朝精品之路前进,打造出这把价值1.5亿台币的小提琴 当时那个小提琴卖二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 人家卖一千五百块钱,把人家的钱给我们的房间去看,差别确实很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下决心 有些人家这个钱好的东西 大自然机缘、木材创造泰州的制造产业,带领城市发展走向新方向 不过泰州魅力之处可不止这样,还有令人口齿留香,难以汪怀的特色蟹黄汤包 特别丰富汤汁,秋季,螃蟹,青糊断蟹,鲜鲜鲜的肉,然后把它做成这个汤包 丰富的水箱资源全包在面皮里,这糊糊包子汤包出笼 皮薄汤包首先轻轻提再慢慢移,先在面皮上咬一小口再慢慢吸 加点醋是泰州人吃的秘诀 泰州人对吃有种自我坚持,传统好味道不能失传,像是小吃烫干丝 工具繁琐,必须刀工细腻精湛,把干丝片成薄如纸的状态才能切成丝 它就飘得不好的话就给它全部断 23年资历老师傅先薄片再切丝,刀工轻巧,豆干才不会断开 备料后烹煮,做成烫干丝和煮干丝 喝完早茶走趟古镇,探索泰州的小吃鱼园全靠双刀工法 鱼肉剁成泥,在下锅油炸,烹起小圆球,光滑又鲜嫩 流传百年的树米小吃成了泰州美食 因应江苏丰富的水资源文化,经典名菜都和鱼、蟹脱不了关系 这是我们装排吃的松鼠桂鱼 先要把鱼、生脏肉斜片打成斜片 就像麦穗一样的花刀 高温塑形,鱼肉宛如菊花绽放 再淋上酸甜酱汁 松鼠桂鱼传承270年 让乾隆皇下江南,赞不绝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美景佳肴,让江苏展现万字 是千态的江南风情 什么你还没按赞 都几点了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好不好 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不仅要按赞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